比较变化比较大 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健康 在新北市传出有命男子疑似心肌梗塞 他在骑机车回家途中 停红灯的时候人突然昏倒 后方女大生看到了担心有危险 他赶紧倚车挡车 还立刻请人帮忙叫警消到来 不过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 这位57岁的保全还是回天乏术 所以这条车行是中平路 一台跳车21号清晨5点多 新机新庄区的中平路及中央路口 等红灯时前方的机车骑士 突然倾身倒下 就担心路倒的男子被撵过 后方女大生只好以车拦车 随后路过的货车驾驶 频频按喇叭 手还不断向对象的警车招招手 远警也赶紧协助男子送一警咒 我们的巡逻同仁也刚好 就是在对面的车道 那个乡行车在那边就用喇叭 及挥手跟我们同仁示意说 有民众提供律灯入导 去了解这名男子结束了保全工作 伴家途中一次气温骤降 引发了心肌梗塞 但经过抢救之后 还是回天罚树 提醒民众天冷外出时 还是得注意保暖 别拿健康来开玩笑 记者徐兆伟 马日文